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时报上发表 我所认识的中国全数一文引起欧美震动 王香斋自此阳明海外 中国功夫后来因为王香斋拒绝去日本参加比武 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川岛方子也找上门来 想要杀一杀王香斋的威风 结果不出所料 他带的随从还有所谓的武术高手 直接被王香斋以一人之力全部打出门外 就差连川岛方子一块争出去 川岛方子涉于王香斋的强大武力 不得不灰溜溜逃走 川岛方子王香斋一直活到78岁 1963年在天津金并去世 他所创立的一拳也被后人所发扬光大 逐渐衍生出很多武术流派 为中华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的九号档案馆就为您揭秘到这 我们下期节王香斋传人展示功夫